還有它危害的部位 那有時候如果運氣的話 你可以直接看到蟲體 那有些蟲牠吃的方法就是 很特別 那你一看就知道是什麼蟲 或是看牠的糞便這樣子 那草害的話就是 季節的環境跟分佈 那如果真的想要鑑定啦 我聽我學員講說 現在如果你們真的很想確定是什麼蟲 可以去找台大植物教學醫院啦 目前好像 這樣對 民眾好像是免費 可以去找他們 他們也是很樂意為 應該很樂意吧 為大家服務 那我們如果做到鑑定的話 一般基本上 病原菌鑑定就是會有 病針還有孢子 那再做到精確一點我們就會進行 生化 分子生物學的鑑定啦 這個是比較後面的 那鑑蟲鑑定就是 一般我們看到蟲 蟲體的鑑定 那我們一般都是看牠的 那個 乘蟲的型態 你拿幼蟲一般來說 我們都比較不好鑑定 還有典型的危害病針的鑑定 那雜草就是直接看牠的型態 那常見的病害 這個就是瓜類陸菌病 有人叫牠腳斑病 那一般來說牠的 產包構造都是在牠的葉背 會產生白白粉粉的 那如果是白粉病呢 白粉病是 整個葉片都會有 上面下面都會有 但是陸菌病除非牠很嚴重 要不然牠一般都不會長到葉子的正面 牠一般都長到葉子的背面 那這個是 免滋 也就是雞蛋花的 秀病 那一般 這個秀病也是長在葉背 比較常見的啦 居家的 那白粉病啊 那這個就真的是病 不跟剛才那些 棉絮粉絲什麼 絲粉界可從不一樣 這個也是白白粉粉的 但是 這個就是病 那 月菊白粉病 豌豆白粉病 這樣子 然後 另外還有 灰梅病的話 常見就是有百合的灰梅 跟草莓的灰梅病 那 大概大家常看啦 因為現在是草莓栽培機器的時候 我今天放一些草莓照片 那這個是草莓碳居病 就是一點 然後 一點黑色它會碳居狀 然後 一圈一圈 然後外面會 黃紅的 然後在外面一圈是黃黃的 這樣 碳居病 在果實上面就是它會凹陷 然後會有點 有點被那個水解 這樣子 那 軟腐病 就是其實是 軟菌那類的 對 然後它之後 它稍微害它可能會白化 然後它的果膠 分解 它會可能會有果膠分子消失 它會直接軟掉 直接萎縮 那跟腐病的話 比較需要鑑定啦 其實很多種 嗯 那接下來是 這個是 藍化碳居病 它也是 會有一圈一圈的 向外擴散 擴散 那這個是 桂花的核斑病 龍伯 那龍伯 我也常常看到它會有 枝 枝架固 可能是枝固病 可能是生理的問題 那 茶化 茶樹 上面可能會有 藻斑病 這個不是病 這個是藻類 它就是 可能就是附在你的 植物表面上面 這樣子而已 然後這個是 松樹的液症病 那好吧 我們 講到這個 病害的防治原理 病害防治原理 我們是希望 以 生態為原則 的基礎來 進行病重害的管理 那我們用的方法 有耕作生物物理化學遺傳 還有法規 法規是 中央主管機關在做的 那應用此技術 達到降低 有害生物族群密度 降低 而避免造成 農作物的 或者是你栽培植物的損失 產生 也不一定是優質農產品 有的人就是種而已 然後 特別要注意就是 我們這邊把化學防治 做為最後的使用策略 好 那今天我們種一個植物 當然就會選一個地點嘛 那我們就會知道這個地點 有什麼病重害 那我們是 會希望我們買的總苗 它是健康的 買的種子 它是健康 它沒有帶菌 沒有帶蟲 沒有帶雜草 那我們選了好的健康總苗之後 我們會希望 這個作物比較生病 那我們就會選它是什麼樣的品種 比如說 它是抗一些病害 或者是抗一些蟲害的品種 比較不會生病 然後或者是像 番茄或瓜類栽培 很容易使用抗病跟沾 那在肥培管理方面 我們可以用一些 譬如說像是誘導抗病的肥料 像是一些細肥 或者是 用一些 其實這 應該說直接講誘導抗病的話 那它就是 最常用的就是雅磷酸 對啊 當然 可能或許多少都有聽過 那 確定你的作物 有去做抗性管理的處理之後 我們會進行跟座防治 像跟座防治 我們會用輪座 兼座混職 因為 你如果連座的話 其實很多 土壤的營養 不管是營養還是病蟲 它會是一個 滋生的溫床 你養越久 你就越容易 因為你在等它嘛 因為可能外面有病啊 有蟲啊會進來 那你就種同一種 那你不是幫它準備好 免費的buffet讓它吃嗎 所以我們一般來說 不會去 太常做連座的動作 一般都會用輪座 或者是兼座混職 那 田間衛生未必是種錢用藥啦 就是 你在種之前 可能要把你的土壤處理過 還要把你的環境整理一下 把一些 可能會殘存病種的 一些 比如說植物產體 把它帶出田 帶出田啊 或者是帶出盆栽 那還有 接下來就是你的種植技術跟時機 然後 土壤管理跟水分管理 那 做好跟做房子再來 才是物理房子 物理房子 常見就有設施 那有的人設施 可能不一定是真的搭建一個網子 有的可能就是一個隧道師栽培 然後還有覆蓋啊 套袋 套袋就是一些 水果類的 像無花果就會套袋 那 顏色 氣味的誘引 就是有些人會放 黏板 黃色黏板 或者是 放那個 誘引 誘引那些 費洛蒙啊 或者是誘引物質去誘蟲 還有燈光誘極 或者是 你在一個栽培期結束的時候 你是用離土戒指 或者是 你是用盆栽 可是你那個植物沒有要種了 那你可以用熱水去洗戒指 那一般來說 我們熱水去洗戒指 大概八十度 然後維持二十分鐘 你也突然澆熱水 然後八十度以上維持二十分鐘 基本上 裡面的病害啊 雜草啊 然後 害蟲啊 基本上都被你殺光光 那你做完這些前面的 比較偏向 簡單的根做處理之後 如果你真的還是 要做預防 或者是要做 生態上的 防治的話 你可以去釋放天敵 然後 啊不對 咦 然後會用性 會用猛 會用有異維生物 那有異維生物 比較常用 大家都 或許 或多或少都有接觸 就是比如說一些木霉菌啊 電霉菌啊 或者是 那個 液態牙包感菌 這樣子 那天然之彩 比如說一些金流類的 最後呢我們把 化學農藥 才當作最後的手段 但是化學農藥比較簡單 所以一般冠型農法 都會直接用農藥 那 處方的話 因為其實這是一個 很複雜的課 可能去 學校上課 可能 一時半課可能也講不完 所以我大概講個價格 這樣而已 就是 就是 你今天使用一個廚房 你要知道 其實這也不一定是 制裁 有時候是農藥 你要知道它怎麼樣防治 你的害蟲 那你 當然不可能 一直去用同樣的方法防治啊 因為你一直 用同樣的方法 防治 它可能會產生抗療性嘛 對不對 就像 對啊 就是你 在不斷的訓練它 你一直給它餵毒藥 結果 它的後代如果沒有死的話 它是不是會越來越抗 所以 一般來說 我們抗藥 我們要了解作用機制 才有辦法進行抗藥性管理 那在 了解這個 資材之後 我們要去進行正確的診斷 才能精準用藥 那精準用藥 就是 要對症下藥 要不然你 用錯誤的藥 這也是 浪費錢 跟浪費時間 而且你的作物 可能被危害得更嚴重 那 那這一培的時候 剛才我們前面 大家有介紹的這個小白菜 就是 你栽種一起 作物的時候 你資材的規劃 然後 最後是你資材 使用成本的考量 就經濟面這樣子 這個是 這個是殺菌劑的分類啊 這個我們在學校上不完 然後 這個是殺龍劑 這個是除草劑的 其實都 太多種 一個 一個小方格 就是一種 一種 一種顏色 大概就是 一種一類作用機制 這樣子 所以其實是很多 是很複雜